在植物大人僵杀2中 有不少植物是曾经的神 现在已是时代的眼泪 那我庆来盘点一番吧 1. 残诺突击队 在没出军炮蓝莓五阶技能没有温室 残诺突击队是当时弹哥的会训偏快 而且爆发强的植物 是打Boss输出的主力军之一 尤其是失落天空Boss 在当时是非常不错的首选植物 但原神使势机增强 蓝莓五阶军炮的温室 以及打Boss效率更高的能力桥的挤压 残诺自然而然很难被用上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拍死沙滩上 2. 龙舌兰 曾经的龙舌兰或许方便 对决场景轻松万能四街角装扮 是主圣自选怪僵师的孟严 若胆敢雷犯 必将一大败不归 特别是出现了叠加防具秒时间巨人特性 也让他叱咤风云 但注意秒时间巨人特性使用性不高 乐怪太多 就算加杜鹰斩杀也是杯水车薪 最后还是得抹干 而且前提时必须要防具 对于无尽风卡顿 我选了效果更好的5G大几花谢谢 而且技能速度过快 导致本师素杀能力属于武术孤小百步 以前是用来打真心BOSS的 但永远使势机增强 出出一个顶俩 以及对着商店下架导致或许变难 只认成为实战的眼泪了 3. 罗树孤 江湖人称小学孤 也是对着商店新送换的四街角装扮 一旦有了 那就是关卡推土机 量变形成质变 而现在以场外速刷维持香 魔术孤虽然靠大战吃饭 而且效果不错 但效率太满 以及对着商店下架导致后期取消变闪 也很难有上场机会了 4. 强散柠檬 江湖人称小学盟 在对着商店上线之后稳定获取 在迷宫地图时代 几乎每局必带着植物 但柠檬大招后来直接砍板 以及更改成直线地图之后 关卡协作加快 花加更多强力植物加入之后 实在的眼泪在所难免 5. 玉米加能炮 和残狼突击队一个道理 只是没有那么好拿 当时没出军炮 原来没有增强之前 是打boss的终极杀伤武器 在无尽商店拿到4.5戒之后 大招配个瓷砖是当时秒boss最快的植物 没有之一 但随着追击回忆双人多个模式的出现 军炮来临 原神增强 以及修复玉米大炮前方一格 跌中植物的特性 导致也直接没落在实在的海洋中 6. 阳光菇 迷宫地图当时阳光还是25一个 而阳光菇最少生产都是25 长得最大是75 在以前阳光极其匮乏的版本 理所当然成为了平民神器 但1.8.1版本更改成直线地图 改成了50阳光质 而阳光菇的产量却没有改变 而且节奏开始变快 速刷思想逐渐成熟 阳光菇这种原意踏步 而节奏慢的植物 自然而然被淘汰了 当然还有其他过时的植物 比如香蕉等 珠星这里就留了点型的椅类 欢迎各位评论区 长所欲言哟